根据目前财化法的税款分配 中央75% 地方25% 市议员李翁月娥认为并不公平 应该要修法恢复中央60% 地方40% 地方才有更多的资源预用 因此他呼吁新北市的立委 应该要不分党派一起为新北市民争权益 议员李翁月娥表示 新北立委也都是地方人民选出来的 呼吁能在中央为市民争取权益 财化法要去修 中央68 地方40% 已经20几年前了 那么统筹分配税款的本 新北市也都比人比较少 我们几百几万人口 每一年本的钱都比较少 他要怎么做就好 建设也不好 福利也不好 所以我们不用中央对我们好 我们新北市自己有10个立委 都是新北市的市民给你算出来 这一定要大力的支持 恢复恢复以前的60% 中央60% 我们40% 财化法修改之后 地方在教育社服警察消防上 也才会有更多资源可以运用 现在是中央75% 地方才25% 所以一定要收回来 收回来会怎样呢 我们新北市 今年有约600亿计划 800亿计划 我们的小鳳兄弟去救人 救到自己没回来 现在是很厉害的事情 是不是社区都要多资源 医资啊 以外那些也要 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一个好改建 或是新建 我们就要拼到 拜托 如果还没给人 我们就自己做嘛 还要做到前瞻前瞻 对 定位数据我们才自己知道嘛 所以我财化了 刚才有一个重点 新北市的立委 不能分董牌 所以财化了不能再等了 同时卢州的万瓶医院 已经卡在内政部多年 李温月儿也在咨询中 强烈要求万瓶医院的建制 为什么这个医院用地 统计上雷政部 中央三年 咽下来 要给人担多久 人们很辛苦 台台营重振兴肠 跟马街星光 人们很辛苦 在这期间 我们没有比重 要担他没有比重 要开桌没有比重 要化疗 要回家的丹比重 他可以来收获到 三中六九六十万百姓的健康 再来武泰清贵 F05站 就是万瓶医院这 未来五国泰山的百姓 也都会为这来 地方的权益和声音 也需要获得重视 民众才能安居乐业 记者陈志永 林家敦新北采访报导